在调解现场一直笑颜盈盈的蒋女士伤心的哭了 她试图用二十年的付出和坚守 证明她并不是丈夫眼里的那丽莎 可在丈夫唐先生的穷追猛打下宣告失败 唐先生虽然眼里无泪 但是心中一定也很苦 妻子日记里的这句话威力巨大 几乎摧毁了她二十年来努力打拼换来的美好生活 她自诩的成功在这样的痛苦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观察员徐晨刚目睹了两人的纠结和痛苦 她决定从中立客观的角度 给唐先生分析分析日记中的这句话 我想跟丈夫我们来探讨一下 首先引起我们所有心里面这些年动荡不安的 首先是来自于日记里的那句话 那句攻破了我最后的防线 除了他说了这句话 有一个可寻的痕迹以外 在其他日子里 其他篇幅里面 还有没有透露和表达一些相关的东西 因为假如他把那个地方 把日记当成一个宣泄的一个途径 那他就一定不会仅仅只是说这一句话 我们一定可以在其他篇幅里面 我们认知的底线还要高 因为他在整个表达中提到了他自己认为 也说不过去的地方就是明明是自己去办事的 你怎么可以说不让我下车就不让我下车 这显然超出了一个同事之间才有的一个感觉 他自己给自己树立的底线就是这已经破了他的底线 可是我的丈夫呢 他认为超过底线就一定是干了苟且的事情 前面有一个点 你妻子当时的回应是谁要你不关心我呀 这也让你觉得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在故意气你 女人是会刷小性子的 尤其是当自己的爱人不关注自己的时候 为了引起爱人的注意 你觉得呢 这个观点我非常顺痛 至于他当时唯那么一句话的感觉 我现在差不多25年了 我现在还记得 有一点傻娇的意思 他说了那句话就靠着我的肩膀傻 这个女人这些年 她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让自己这个妻子做到足够的好 用我20多年的实际行动来向我的丈夫证明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 我觉得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20年前我们不懂人生 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放在 你怎么就把防线让人家攻破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前半句 就是我怎么就让我的妻子处在了一个感情最脆弱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来说一说女方的问题 你的这种笑 包括你的这种心态 其实是比较好的 我把它理解为乐观的心态 但说实话 恰恰是这种一笑了之 反而会让男方感觉到一些不安全感 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对方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 那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确实实隐藏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没有透露你的 你是否已经结婚了 才会让那个对方有一些遐想 让你的老公抓住了你的把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男方的事 你觉得你爱妻子吗 爱啊 但说实话 我觉得你更爱自己 就是你在回老家的时候 你老婆说实话 给你写了信 不管是一封还是两封还是五封 对吧 你都没有回他 你说你当时是因为家里要做房子 确确实实忙不过来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连写一封信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而是你不愿意回 因为你心生芥蒂 富气呢 刚才男方习惯性的说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我有一定的成就 你习惯用一些优秀成功来标榜自己 其实不是 我们事业的成功 或者说我所谓的这种定义的这种幸福感 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 哪怕我不成功 但是我觉得我一日三餐 我过得很幸福 我过得很充实 我也很成功 那我们过好当前的生活是不是更重要一些 听了二位在场上这么多的叙述 我会发现唐先生的内心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恐惧和害怕 首先在当初你们一起南下 在广东打拼的时候 你一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唐先生您的选择是回家去建访 我可以理解为当时您的行为是某一种意义上的逃避吗 在当时的状态下 我们的蒋女士是处在一种比较孤立无援这种状态下 第二个就是在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的主持人问到你 我们的蒋女士对唐先生你怎么样呢 你的答案是 他很崇拜我 因为我成功了 首先我想说放在你们一个夫妻关系里 这样的答案本身就很奇怪 这样的想法也投射了您另外一种心理 那就是成王败寇的心理 对于你来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成功了 他在社会上也好 在家庭中也好 他才有价值 除了对拥有金钱以外的自身能力 也表达了一种不自信 在整个现场你并没有说 我们现在越来越好了 因为我对他很体贴 我越来越稳重 越来越成熟 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描述 你的内心依旧很怕 因为你不知道 当这些东西一旦有一天没有了 你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三点 保安也好 老同学也好 这些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这个心理我们不妨给他取个名字 叫臭豆腐心理 一方面 你是非常排斥你的妻子 在一些事情上 对你可能有所隐瞒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却在乐此不疲的把这个臭臭的东西 不断的掏出来 反复的刺激自己 给予品尝 一边痛 一边又难以割舍 您不觉得您的这种心理 心理活动也很微妙 很奇怪吗 刚刚我们主持人张婷 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好了 唐先生 不要再去回忆了 不要再去伤害自己 你在用你的害怕 不断的伤害你自己 这种害怕 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你无法摆脱 甚至依赖上瘾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说几句比较直接的话吧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的感觉就是 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可信的人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